各位酒友,今天我们看一下茅台 这里有几瓶茅台酒,然后这里有几瓶狼酒 前两天,一个酒友也分享了一个东西,今天我们试一下 我认为它的方法是对的,为啥对待 之前我考虑到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试过 为啥呢?这个酒啊 咱们这个风口,看咱们这个风口 这一块这个风口,看这个胶的黑影 在出厂的时候 它不是胶鼠 它是通过 热绒 站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 来挑它 如果挑度有明显的胶水的感觉硬的里面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被动过的痕迹 几瓶 酒吧看一下 煮好很差 放个胃了 动过来 动过来 酒也不对,味道也不对 有酱香味,但不是毛泽味 哇,这瓶冷酒干呦 这是八五的 八十的 八十年满了 没烧酒啊 这品就好啊 这品就不错 没有 八十年代的毛泽和朗酒 八十年代出的酒花都不好 八五年以前 毛泽酒是六十度 度数高,酒花就不好 后面的八五年以后 七八八之后 它开始才浮入 将到五十三度 五十三度才有花 六十度的酒一摇 快快快 花就下来了 知道吧 今天花是 听起声音很保利 它保的快 哽哽哽哽哽响响响的快 它声音响 保的声音大 它是伞的快 知道吧 它是个标准的 哦,它是这个业 你得高兴住 他那个年代有很多肚 知道吧 对,这瓶酒好,不错 还有那瓶金瓶,金瓶那瓶 金瓶,金瓶就只看门的酒花了 只有金酒花给你看门了 对,这瓶都看不到了 好,各位姐,四伯爷去看一下 帽子没问题 酒花没问题啊,帽子没问题 没问题啊,金瓶没问题 这瓶金瓶有问题 就是这个53的是 那瓶53的有一位,空老子 空老子,装的出来就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这瓶是好酒,不错不错 这瓶拿回去弄点好菜把它盖了 哈哈哈哈 最后现在四面上大概是 走了,你能帮我看一下 好,这个现在 这瓶有点像价 之前可能能卖个六七千万钱 现在可能掉了一点 掉了一点 那这瓶的五百多毫升 还有大些五百多毫升 早期的是不叫毫升 早期讲铁 五百铁 五百铁,你相当于 一斤嘛 相当于相当于 五百五十毫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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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五左右 五百五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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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